你送出來就要中央買單 這是第一個問題 中央都已經很配合你 早就要給你了 你都不做 然後你改了 改了暫體 改了路線 然後增加了預算 完全都沒有說明 你沒有說明 我要怎麼給你這筆錢 第二個就是說 拿這個臺中市的捷運 跟那個錢鎮雨桿來比 這是一個荒謬的 為什麼 剛剛講的這個不對 這個不是雨露均沾 前瞻叫什麼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目的有一個對的 要平衡區域 平衡區域 不是說你今天到處 都要有一個桃園機場 到處都有一個遠洋 漁港 到處都要一個捷運 不是的 所以因為你臺中的捷運 路網沒有完成 我要給你捷運 早就核定 我們有個全世界前幾名 然後全國第一遠洋漁業 六成以上的這個營業 三百億的前鎮雨桿 你當然讓他現代化 就跟臺北市的南門市場 講到現代化一樣 這個叫做真正平衡區域發展 你這個拿物把馮金當馬糧 然後拿這個菜刀 鐵鉤動菜刀 這事我聽不懂 畢生怎麼看 柯文哲說鯊魚理論 他其實為了轉移北流 有家點 就先佔前站 發現自己前站也拿了一百億 就開始佔軌道 那就發現軌道 借我自己一半條都沒有蓋 我要講的 特別有一條叫做系指名聲線 規劃了八年到現在內湖的交通的問題 全部都是因為這條系指名聲線 你沒有去啟動 沒有去爭取預算 所以到拖到現在 拖到你們侯友宜 拖到侯友宜說我系指人受不了 我系指人需要軌道 中央才跟新北市侯友宜合作說 我們先蓋系指東湖路段 連內湖南港人都受不了 對 所以你看你們這些小雞們 不幫侯友宜就算了 許小溪系指名聲線 有沒有經過你家 有 就是你的民生社區 就在你的選區那邊 遊俗會大道成站 就在你那邊 你們選區的立委或議員 都不幫自己去爭取你們的預算 結果你去批評說中央的軌道亂蓋 但你們自己呢 你們有沒有去努力的爭取 結果不努力爭取就算了 還配合柯文哲去打前瞻 結果打到自己了 打到李明選 前鎮渝港 那是我的算庫 前鎮渝會的理事長都說 我們不容易爭取這條預算 而且一開始還不是陳其邁爭取的 是你們的韓國瑜爭取的 韓國瑜爭取之後 中央覺得應該擴大 才補足了更多的預算 其實當時前鎮渝港 真的是韓國瑜爭取 那時候韓國瑜在當市長 給韓國瑜的 所以現在國民黨在罵 那你是在罵韓國瑜嗎 所以我要讓大家知道 前鎮渝港其實後來在興建 是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在興建 所以我非常清楚 所以我前兩天把前鎮渝港 特別告訴大家 你看北農 北農花多少錢 花了一百五十億 北農 北農還比前鎮渝港更新 然後他的產值比前鎮渝港更少 他可以花一百五十億 那為什麼前鎮渝港花八十幾億 為什麼不行 所以大家講說 國民黨罵這個沒道理 你等於是在罵韓國瑜 對 所以在內區你們的發言人 你前任的吧 至於前任 你民選就說我不敢罵 說不補助這個前鎮渝港 所以民選就質疑所謂的 銳注營造這家廠商 我們說話要談別人 現在藍營在高雄的那一些民意代表 哎呀 中央要幫助 這好事 這好事 都不敢批評 所以李明選沒辦法 只要質疑所謂的發包的這個廠商 結果這個廠商叫做銳注營造 銳注營造是誰的 又回到北流 北流的營造廠商也是銳注營造 結果你質疑銳注營造 可以不能蓋所謂的前鎮渝港 那銳注營造為什麼可以蓋北流 你台北市議員 你是不是針對你選區的 不管是避案或建設 你不要撈過界撈到高雄去 不過我在這裡 除了我們總統這些要關心以外 其實颱風 我們昨天放了颱風架 那當然桃園沒有放颱風架 其實我昨天就用我自己的判斷 來講說張善勝是對的 為什麼 會這麼恐怖 人情說沒辦法也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張善勝是對的 所以批評張善勝 我是覺得風太這樣 就是比較沒道理 我是這樣覺得 我們不要分藍綠 要用科學數據來講 不過在這裡 中國真的是災情慘重 六百年來北京 紫禁城沒有淹過水 六百年來沒有淹過水 這次大淹 所以呢 而且淹得很嚴重 所以華北洪災 台灣小英未問 中國高官度假 立高下立判嗎 我們看看相關報導 靠別靠別 我們去這兒 我們要把這門弄 我們要把這門弄 中國河北桌州水位人高 當局派出武警撞破社區鐵門 找尋一名失聯多天的孕婦 整個過程可以說是非常的驚險 我們通過有拉的 有拽的 有扛的 一個不小心就可能掉落 深達三公尺的洪水中 水中有樹枝和暗流相當危險 一對小姐妹落水 就因水流湍急救援困難 而這慘況放眼全程 多地可見 看好多人求救了 淹水最深處達12公尺房屋 幾乎整片滅頂 不過河北省水利官員卻說 還有3到4億立方公尺的水量 將通過卓州 卓州馬房屋這塊 可能用來二次泄湖 制洪區退水 還要等一個月 而河北省委書記勘災 竟還在拍北京馬屁 倪宇峰強調 有序起動序制洪區 減輕北京防洪壓力 堅決當好首都護城河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心腹 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 週四到北戴河慰問專家 代表習近平仍按照每年慣例 率領高官們到北戴河過暑假 蔡奇在看望專家時 除了叮嘱中共專家們維護習近平 完全沒有提及當前的洪澇災害 更諷刺的是水災前 中共水利部才剛出新書 叫做貫徹習近平治水論述 提及治水工程由習近平親自規劃推動 受災人民無奈說 孤有大雨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 習近平是三過北京不入 直接飛到北戴河下令洩洪 連救援都仰賴民間 不要相信某些台拍的視頻 或者是盜取的視頻 說那邊安排的救援還是怎麼地 他們什麼都沒安排 災民沒東西吃沒水喝 對政府的怒氣轉而發在志工身上 我們是來幫您的 您不要跟我找 我們是做人 我們不是你們政府的人 缺乏資源載運株汁的車浪 成了濁州災民的諾雅方舟 百姓的苦領導員是否看得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蔡英文在推特裡面 她用簡體字 因為她怕我們中國看不懂 所以她用簡體字來慰問北京的洪災 中國難被打動哽咽說感謝關心 不過當然中國有一些官方的 那當然他就不高興了 哪管中國暴雨塵災 外媒爆出習近平率高官去度假 我們臺灣回到救援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官去度假 我跟你說 我馬上下臺 你看我們的內政部長 在颱風的時候 是要進駐中央災害運命中心 要住在那裡 你看我們的總統行政院長都要去視察 看看你們的準備救災工作做得好不好 要這樣做 我再讓大家看 兩百萬人受洪災 保北京 為了保北京這兩百萬人受洪災 為什麼呢 遭到質疑了 為什麼河北省委書記說當好首都的護城河 所以請你們這兩百萬人 你們的家鄉被淹的是應該的 因為你們要做首都的護城河 專家稱敘治宏區應用是針對天津 當首都的護城河代價曝出來了 河北九十四個縣區一百二十萬人受災 水退要一個月 習治水論 他有一本書叫治水論 他好像很老 每行都要治水都會 出了這本書 出版不到兩個禮拜 華北釀洪災 我們看看這個字要唸卓 卓州滅頂 高官一句當好首都護城河犯眾怒 胡錫進幫忙款家 大家都是命運共同體 既然是命運共同體 為什麼你北京的命比較值錢 讓北京外面去淹 讓北京不要淹 可是你的紫禁城六百年來不淹 還是淹啊 阿堅 怎麼來看中國這個冠 看中國 其實我們看台灣一個人心態 你就可以了解 柯文哲昨天說 我不贏 臺灣會完蛋 中國的習近平一樣啊 沒有我 中國會完蛋 所以這個時候 他帶領他的文武百官 去北戴河度假 我認為剛好而已而已就對了 臺灣還要下台 是啊 但是他是獨裁威權 誰敢要他下台 你剛剛提到 你看他出那本書 他怎麼治水 講的那個才剛出兩個禮拜 竟然河北省大淹水 中國最大的問題來自於第一點 他的工程到底這些數字 跟工程的牢靠度 跟必要性效益性可不可信嗎